有人想問2388 觀眾J 他可否受惠加息呢? 他的買入價是28元的 首先28元都比較恭喜投資者 起碼賬面都有成 賬面是給你股票 賬面堅實地有10%以上的回報 而近日股市震盪了這麼久 中銀香港始終都是極度接近52週高位 其實來說 效果是將來比較好的 如果從他股市這麼差 他都可以表現比較好 反應極度就是很明顯他受不受惠加息 一無了二 口比是受惠 我們會見到現在在銀行股裏面 是自從美國是由每次想著重新升 然後每次轉到重新升 就是所謂的加息加快了之後 你看到銀行股的升幅就馬上明顯了 也就是說銀行股升幅的明顯 一天跟近日一個高樓的高樓 一個月的銀行股測試 是開始急抽上去 其實這也是有關係的 因為其實講加息初段 高樓的高樓 都竟然還離奇地在0.2、0.3厘那裡回回 但是自從聯署的宣佈出貨之後 那它的高樓就已經很快抽到0.6了 那如無意外就是說 根據地產日誌的分析 如無意外是大機率 去到今年年尾 高樓就會去到P 就是去到P 就是鎖頂那個所謂的頂部 就是去到封頂那個位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因為銀行一向在0.3厘的 所謂的高樓的情況之下 它的供樓利率利息太低了 變成說蓋上行政費用之後都沒得賺了 但是如果你的高樓 因為你高樓如果夾到最後要封頂 就是高樓會夾到去 可能是這半或以上的 這半或是這8厘的 那如果你是夾到這麼高的 相對你最低潮的時候 是3厘的 其實你計算倍數是多了6倍的 這個你不要說0.3還是1.8 現在差很少而已 你不是這樣計的 你是計整個百分率的 這個向上百分率的 那你這樣計的話 你都6倍的 那你那個所謂的利潤當然會多了 所以我覺得 特別是中華香港的 那個performance 相對來說 如果在加息受惠 還是美國又求他不要鼓樁的情況之下 那理論上那個performance都會不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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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